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手轻轻捏住针和线圈 右手将针拔出 轻轻拉线至拉不动为止 松开左手 将收出的线圈 拉下来再收紧一次线 最后在线段的下端入针 一个卷针绣就完成了 今天我们主要来讲另一种卷针绣 前面出针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绕线的方式 左手将针抬起离开布面 右手拉线 将线在食指上绕一下 然后将绕出的线圈套在针上 拉线收紧 拉线在食指上绕一圈后 把绕出的线圈套在针上收紧 非常的像棒针编织时的简易起针 绕到合适的长度后 左手轻捏线圈 右手将针拔出 收紧后在线段的下端入针 结束 可以比较一下两种不同绕线方式绕着出的卷针绣有什么区别 右边的更宽一些 还可以绣出更宽的卷针绣 同样的方式 输入针后再找一根辅助针 像这样别在布上 让两根针的针尖平起 接着 以简易起针的方式在两根针上绕线圈 绕到合适的长度 左手轻捏线圈 先将辅助针拔掉 再将锈针拔出 收紧锈线后 在线段下端入针结束 这个卷针绣就更宽了 也可以根据需要辅助并一根吸管或者小木棍等 绣出更宽的卷针绣 在下次的视频里 会专门讲用这种卷针绣来进行应用 既可以绣花 也可以绣叶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提出您的宝贵建议或交流手作的心得 接下来点赞吧